本季丈夫将同胜为浪漫领队 顺急了 我在正式上岗之前呢 每个丈夫都将进行一次试岗考试 分工和做吧 试岗时间正式开始 一见迷茫能辞职吗 就一个管家带着四个公主出去游玩 一点半到了出发了出发了 这没人听我呢 从来没有给别人上过瑜伽课呢 你就开始了吗 你怎么不说一下 宣布一下开始了 突然自己就做起来了 这有点无聊 老公 你问一下他们 听不见 你说什么 所有人都能听见 只有你听不见 老公 那边的风筝能够再拿一个过来吗 老公 作为一个旅游项目 一点能吸引不了游客 服务要不周到 都差点 变魔术 有什么不对 变魔术 靠一段女团舞 有点难 老公 一口一下气氛 这是送死的节奏 都像 带着 带着 我会送你红色 看能好了 都是在硬着头皮表演 一天下来大家也累了 环节设计的问题 现在还不能确定说 这就是我想要的妻子 浪漫女生 你要干嘛 为什么你老是这样 我觉得 有时候比较像是台风 有没有必要这么的直准 我不期待他们来 我觉得可能真实的导游 来会比较好一点 没有人要求我这样要求我那样 不你觉得我一直要求你吗 就是你别折腾我就行了 你要吼我吗 突然就一部戏爆火的时候 他就特别叛逆 有必要这样吗 这个正常男人的 正常年龄的 正常生活 我